第二百一十一级群聊 知道了 回应了随从 许清安坐起身掀开被子开始穿衣服 察觉到枕边人动静的宋庭峰睁开眼 嘟囔了一声 随后问道 你要去哪啊 许清安低声说道 我出去一趟 马上就回来 宋庭峰恩了一声 对话结束呢 两人脸色忽然僵住了 然后不约儿童地打了个寒颤 滚滚滚 宋庭峰搓了搓手臂的鸡皮疙瘩骂道 打扰我的好梦 等许清安离开 原本背对着宋庭峰的朱广孝呢 默默地转了个身 月花如水 星子寂寥 河面寂寂无声 在月光中泛起涟漪 像一眉眉闪烁荧光的鳞片 张寻浮的房间亮着灯 许清安敲了敲门 得到应允之后 推开寻浮大人的房门 并不宽敞的房间里 张寻浮和江绿忠对座饮茶 后者指了指边上的座位 坐 自己倒茶 许着山阳虚 表情严肃的张寻浮 朝许清安微微的汗手 对于这位曾经两次出现在朝堂 两次斗倒一位尚书的神奇铜锣 张寻浮给予最大的重视 和友好的态度 大半夜的喝茶 是嫌睡眠质量太好啊 许清安入座 语气颇为随意 两位大人 换杯之来何事 督察院和打更人分属不同衙门 但都有同一个上级就是未冤 因此张寻浮可以算是自己人 许清安呢 不必太拘谨和客套 张寻浮笑道 许大人断爱如神 能力过人 本官深夜找你过来 是想谈一谈 本次赴云州的任务 许清安斟酌着开口 大人觉得呢 卷宗我已经看了 周明的死没有任何破绽 没有伤口 没有中毒 是再正常不过的死亡 死得无声无息 不留任何破绽 这也是一种破绽 周明就是那位无故死亡的案子 将律中补充 各大体系里 能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盗门和巫师 根据公部尚书的案子反馈 齐党与巫神教有构解 杀人凶手 多半便是一位四品的梦巫 许清安点了点头 首先是肯定了张寻浮的智商 是个头脑清醒的官员 并不昏溃 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什么 嗯 这就很舒服了 就怕遇到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商机 不怕谁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说实话 之前看张寻浮如此孱弱 许清安确实有过 这方面的顾虑 其次是肯定将律中的猜测 任何杀人手法 都会留下清晰的痕迹 这里不是指留下线索 而是一种直观的 让人明白 它是被杀的印象 即使以高明手法摧毁魂魄 死者也会呈现呆滞 惶恐的面部特征 能让人死的就像睡着了一样 只有道门和无神教能做到 非常简单的推理 许清安虚心求教 大人认为我们到云州后 该怎么查 查案他有一手 但官场上的交际运作 他是门外汉 周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案子 他不会把重要的证据 留在身边 我们要做的 就是找出他隐藏起来的证据 这一点 许大人你是各种高手 到时候希望你多多费心了 巡抚大人 郑重其事的说道 对于许清安的业务能力 很信赖 我尽量二位吧 许清安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皱着眉 杨川南是云州都指挥使 掌军政大权 会不会逼反他 到时候我们首当其冲 会被清算 手握兵权的官员 和京城的官员是不一样的 京城六位 三大禁军营 都在皇室的掌控中 文官根本无力抗争 但身为一州都指挥使 手握兵权 岂会任人搁宰呢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风险 由我和江金罗 从中斡旋处理 介石 你听令刑事便是 张寻甫把担子接了下来 到了云州 我会许可以拉来一批帮手 帮手 张寻甫 疑问的语气 许清安呢 没敢打包票 嗯 介石再说吧 张寻甫点点头 没怎么放心上 庄大人 您对云州了解多少 我指的是匪患 张寻甫略微沉吟 云州之所以被称为匪州 是有原因的 这在史书上留下了一笔 还得从五百年前的 清军策说起 五宗皇帝篡位的这段历史 许清安原本是不知道的 经历了桑坡案 才有所了解 当年五宗皇帝率军攻入京城 而后迅速平定各州 但在云州遭遇了守将激烈的抵抗 当时的云州都指挥使 是一位名将 擅长用兵 更擅守城 即使以五宗皇帝的偷掠 一时间也无法攻克云州 两军对垒 打了数年的持久战 打得民不聊生 百姓困苦不堪 索性就落草为寇 而云州山脉众多 一手难攻 加之土地肥沃 成了山肥草寇滋生的温床 当五宗皇帝收复了云州 才发现云州早已遍地山肥 一场持续数年的苦战 让大凤军元气大伤 无力交匪 五宗皇帝只好班师回朝 打算修养生息之后再做清算 后来 朝廷组组织过几次剿匪 每次都付出巨大伤亡 而云州匪寇灭了一批 又出现一批 春风吹又生 最后 演变成朝廷要饭 江湖败类的乐园 张寻妇感慨 尘磕难去 原来是历史遗留问题 这种事 开国皇帝没有解决 后世皇帝几乎不可能再去解决了 一来能力不及 二来难免安于享乐 许清安微微汉手 表示自己明白了 三人又交流许久 各自离开 返回房间不出意外 又把朱广孝和宋廷风给惊醒了 练气境的高手无感敏锐 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惊动 两位同僚没有在意 很快陷入寒水 许清安没睡 点燃油灯 坐在桌边 取出了玉石小镜 二号 我刚说的消息 朝廷派了巡抚 奔赴云州 深夜群发 尾时有点没有道德 帝叔聊天群的成员都被惊醒了 各自怀着不同的情绪摸出帝叔碎片 查看消息 三号你讨厌死了 大半夜的不要打扰我睡觉了 南疆小野妞传输抗议 其他人没有传输默默的亏评 与其党有关 聪明 大羹人安插在都指挥使司的案子 查出了云州都指挥使杨川南 暗中援助山匪 输送军须 养扣自重 对了 这杨川南便是 其党在云州的代言人 这不可能 我不知道杨川南 是不是其党的人 但是我知道 他绝不是养扣自重 为山匪输送军须的人 二号的反应有点激烈啊 他与杨川南认识 关系还挺好 许其党庆幸自己 没有在张寻甫面前打包票 否则就翻车了 同时心里暗暗警惕 到了云州 得注意身份 不能暴露 先锁定二号是谁 在观察他与杨川南的关系 确认二号是狼 还是平民 这没什么不可能的 公布尚书倒台 总该交代点什么出来吧 二号 你想想 其党勾结乌审教 暗中扶持山匪 可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 想要办事 就得有个代言人 只需要证明 杨川南是其党的人 那他就绝对不可能清白 我看人很准呢 杨川南不是这样的人 二号说话这么主观的吗 感觉是个女人呢 女人通常是感性且主观的 许奇还心里付匪 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去 毕竟二号若是位女权师 现在就该气兜冷了 三号 为什么你做那么多的消息啊 你是贩卖消息的前客吗 五号忍不住吐槽了 他有些泄气 自己好不容易卖出一个 股神复苏的消息 让所有人都欠了自己一笔债 而三号呢 时不时就在群里 抛出重磅消息 对于五号这种没有营养的话 众人默契的选择了无视 许清安传书调侃 哎 这消息一号应该早知道了 难道一号没有告诉你们 这就是一号的不对了 一号心机有些深呢 不说话的人永远是最阴险与最深沉的 你给我滚 许清安原以为一号不会理睬 谁想反应竟如此激烈 开口就是舌盏莲花 我没得罪一号吧 只是随口调侃 至于这般激烈反应吗 许清安有些茫然 有些生气了 就不理一号了 直接传书 二号 你若不信 等朝廷的巡抚到了 可以配合他们一起调查 倘若杨传男是冤枉的 正好还他一个清白 好 许清安满意的点点头 这样就把二号绑上战车了 对了 远景帝的身体状况如何 身体应该挺好的 问这个干嘛 呸 道尊无眼 老皇帝怎么还没死 道尊无眼 这二号是个老愤青了 我越来越好奇他的身份 如果让我发现你有观身 哼哼哼 许清安 黑了三声 成功与二号打过招呼后 许清安呢 想起了这次开启群聊的第二个目的 对了 我似乎没有告诉你们 桑坡底下的封印物的真身 桑坡底下封印物的真身 这下子别说是天地会 其他成员 就连五号都是困意 全无精神一阵 桑坡案结束后 不管是设身其中的六号 还是同在京城的三号 一号 以及九号金连道长 都未在天地会内部 公开过封印物的任何信息 要说不好奇是不可能的 这是六号进了一趟 打更人衙门的地牢后 便对此案讳莫如深 绝口不提 众人一致认为 佛门出身的六号 对打更人衙门 做了某种手密的承诺 其实六号只是不愿 再提及这件伤心手 而金连道长呢 更像是一个旁观者 极少主动开启话题 只偶尔的参与谈话 一号喜欢窥评 心思深沉 其余人对此不抱期望 他沉默 那才是合理的 今日呢 终于终于终于 等来三号愿意 对此事坦诚不公的 谈一谈 桑坡案有打更人处理 即使在打更人内部 也是头等机密 三号之所以现在才说 可能是他近期 才真正探知到桑坡案的过程 了解其中的隐秘 四号呢 本能的分析起来 三号是个愿意分享情报的人 他是一位心胸坦荡的读书人 之所以怀疑杨传男 也只是因为他根据情报分析情况 并不掺杂过多的个人喜好 二号心里那点不满 顿时也是烟消云散 李小阳用这个情报换取什么 五号 下意识地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愿意 四号和二号 心里同时怒骂 不需要报仇啊 身为天地会成员 不应该时刻地计较得失 这回的情报 免费告知诸位 主要是我提及此事 便是为了打探神书和尚的身份 再捞一笔的话 感觉有点不做人呢 下次有珍贵的情报 我还是要收费的 许奇安在心里这样补充 五号惭愧地想 随后呢 他心里闪过一个疑惑 许奇安抬头看了一眼 憨睡的两位同僚 确认他们无恙 继续传书 是一只断手 一位顶级高手的断手 断手 这个信息给了天地会众人极大的冲击 他们曾经讨论过关于桑坡封印物 推导出封印物应该是五百年前的人物 并由此展开联想 认为那位被封印的神秘强者至少是二品 断手 一只手怎么可能被封印五百年 五号心里狂乎不可能 正要传输反驳 忽然想起探索急缘的行动 从古神身上得到了启发 心里一动 如果真的是断手 那么 他的主人位格一定很高 能被封印的 都是无法杀死的存在 南疆小蛮妞的话 给了众人醍醐灌顶般的一击 是的 但凡是被封印的存在 都是无法杀的 否则何必多此一举呢 也许吧 就连打更人衙门也不知道断手的真实身份 他最后被妖族的人带走了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 天地会众人心里富匪 那你刚才说真身是几个意思呀 咱们不妨将自己知道的顶尖高手惠总逐一排除 或许能够推测出这位绝世高手的身份 这时候金莲道长出现了 窥评了许久 关于封印屋的话题 似乎引发了他的兴趣 可以直接排除道门 不等众人发问他解释道 道门三宗修的都不是肉身 倘若是道门中的某位前辈被封印 原神可以长流 肉身必然枯萎 那断手血气澎湃 薄艳滔天 绝非道门体系 许清安插了一嘴 术士也可以排除 三号是儒家弟子 他怎么首先排除的是术士 而不是儒家呢 许清安的回答 让二号和四号略感困惑 古斯也可以排除吧 古族几百连没有一品高色了 这时候呢 许清安补充 儒家同样可以排除 这点我无比确认 对 无比确认 因为断手的主人是个和尚 是佛门中人呢 好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五夫 妖族 巫师 佛门四大体系 巫师同样不是以炼体为主 而且我记得上次三号说过 桑坡底下的封印阵法中 有佛门 由此推断 佛门参与了封印 我比较倾向 五夫 妖族和佛门这三大体系 分析的很有道理 四号的智慧在地书聊天群里 出来拔萃啊 许清安没有继续做引导 而是冷静旁观 我书读历史 五百年前的人物 又属于大奉皇室势力的 我只知道一个初代监政 当年的资料被抹去了大半 几乎难以考证 然而 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当年的大奉 不说人才凋敝 但肯定是处在虚弱状态的 不然 五宗皇帝很难篡位成功 因此呢 五百年前的皇室 不太可能有两位一品 五福体系暂时排除 总爱窥评的一号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五百年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时间点 除了五宗皇帝 发起的清军策 大家不要忽视了 另一个时间 四号秒回 甲子荡腰 桑坡的封印正法 有佛门处理 桑坡案背后 有万妖国余孽在谋划 稍加联系便可推测出 那只断手的主人 极有可能是万妖国的女皇 九伟天狐 这 许清安有些哑然 因为一号分析的 头头是道 极有道理 如果不是他早已知道答案 甚至会觉得 这就是正确答案 完全走偏了呀 不是九伟天狐 是个臭和尚呀 等等 许清安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点 一号是怎么知道背后推动者是万妖国余孽的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在地书聊天群里 说过背后的妖族是万妖国余孽 相反 许清安之前一直认为是镇北王与北方妖族勾结 后来查清之后 他没有在天地会内部过多的讨论桑坡案的细节 毕竟要考虑人设吗 一个白鹿书院的学子 不应该知晓那么多的细节 而因为桑坡案成了无头冤案 案件细节并没有公布 卷宗存放在打耕人衙门 委员紧紧向原警帝汇报过 一号知道这个信息的渠道只有四种 一从原警帝口中得知 老皇帝会与谁说呢 我不能肯定 但绝对只会和身边亲近的人说 二是从我的口中得知 这件事我只向三个人汇报过 他们分别是魏渊 金莲道长 怀庆公主 三 从这三人口中得知 一号是朝廷中人地位颇高 且是天地会成员 因此这三人都有可能 四 从打耕人衙门的卷宗中得知 徐清安一边想着 一边试图引导话题 不能继续偏下去了 否则他瞎嘚巴嘚的这么多的心血就白费了 为什么不可能是佛门中人呢 佛门中人 众人文言不由的皱眉沉思 为什么会是佛门中人啊 五号 帮所有人把疑惑给问了出来 我只是猜测 我对佛门并不了解 京城虽然有一个青龙寺 但没有太顶层的佛门高手 但我觉得佛门应该有炼体领域的功法吧 此外 我不明白如果是九尾天湖的话 为什么要封印在大凤凰室的桑坡 后一个问题 属于历史隐秘 无人能回答 但前一个问题 有人可以解答 本集第二百一十三集 佛门 佛门的武僧体系并不比武者差 或者可以说是佛门独有的武者 因为师弟横会的死亡 消沉了许久的六号终于冒头了 佛门果然有两个体系 对此呢 许清安早已了解 武僧是佛门独有的武者 是的 在佛门有两个体系 其中一个体系的初始品级是八品五僧 五僧不需要诵经念佛 甚至不需要守戒 只修怪力 不修佛心 不过八品五僧的下一个品级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不需要守戒 不需要诵经念佛的佛门弟子 天地会成员们一头的雾水 不需要守戒 那是不是可以睡女人呢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许清安是知道武僧体系的 但头一次听说武僧竟不需守戒 那下次可以尝试邀请恒远去教方司 给他安排一位小娘子 许清安呢 继续引导话题 如果那位被封印的强者是佛门弟子的话 那么 只要查一查五百年前的佛门历史 相信就能查出他的真实身份吧 这件事我挺感兴趣的 如果各位有相关的消息 可以卖给我 天地会众人当即表示会以留心相关消息 神书大师 我已经尽力了 许清安吐出了一口气 对于神书的身份谜团 他现在只做铺垫 不急着探究 保守估计 神书的品级应该是一品 一品高手 到底有多强呢 许清安心里毫无概念 恐怕就是见多识广的金莲道长也没有概念 毕竟地宗到手才二品 不过 即使被分尸 即使被封印五百年 依旧无法磨灭生机和元神 此等神医在许清安心里 已经可以化入神魔行列 这简直就是人形天灾 因此 还是八品炼气境的许清安 一点都不着急去探究 话说回来 金莲道长挑的天地会成员 来自五湖四海 却没有一味是西域的 这是偶然 还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呢 过了片刻 见没有人再继续说话 四号当即说道 说起佛门 我倒是想起了一些有趣的往事 三号 这和你们儒家有关 儒家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只是披着儒家外皮的 打更人 许清安自嘲着 摆正了脸色 盯着玉石镜的镜面 恶情镜面闪现出文字 四号的传书过来了 我曾经游历过西域 那里的人普遍都不识字 蒙昧落后 更不知理为何物 不过 当地人颇为好客 他们热情地招待了 以剑客形象出现的我 可当我告知当地人 读书人身份后 他们对我的态度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谩骂 威胁 驱赶 让我不得不离开当地 而后的游历中 我再也没有表露过 读书人的身份 这就是所谓的 学渣对学霸的愤怒 许青安没有发表意见 继续等待下一段传书 我以为西域只是 单纯讨厌读书人 后来意识到 他们不是讨厌读书人 而是讨厌儒家 正统的儒家 这让我想到了 以前读史书时的一段记载 嗯 五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之后 佛门曾经在大缝 颇为昌盛 遍地传教 好景不长 不到百年 朝廷就开始灭佛 推动灭佛的 正是当时的首府 而他还有一个身份 白露书院的院长 以前的读书人 几乎都是白露书院出身 儒家正统出现割裂 是在两百年前 许青安渐入信息 求证啊 当时的大缝是儒家的地盘 佛门要传教中原 儒家出手祖劫 完全是情理之中 同理 西域赠物读书人 一样合情合理啊 这个瓜吃的没什么意思啊 哼 三号 你最近有些怠惰呀 哦 许青安一脸的问号 那我要不要啃着手指头 给你表演一段大脑在颤抖啊 还是说因为在备考春围 所以没时间读史 嗯 我要说的是 当年的那位首府 在灭佛师说过一句话 佛门不灭 天下皆佛 以无之命 断佛之路 时至今日 我仍旧没有明白这句话的真意 佛门不灭 天下皆佛 以无之命 断佛之路 这是什么意思啊 许青安一意投的雾水 哦 也许只似一句鼓舞人心的宣扬 五号问得好 许青安笑了 不 儒家三品是利明镜 以无之命 绝非细眼 四号的话 让我想起来了更多的细节 那位首府叫杜忠书 灭佛之后 他踏入了三品利明镜 换而言之 他的利明 便是灭佛 灭佛之后 踏入了三品利明镜 许青安想起了张善张大儒 偶然间与他提及过的信息 儒家的利明镜 是一个寻找人生目标的过程 因此叫做利明 利明呢 必然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目标 灭佛后 踏入利明镜 这就很有意思了 说明灭佛的确是一个正面的 积极的目标 许青安心里想着传书 利明镜 类似于佛门发红月 以灭佛踏入利明镜 这意味着 灭佛是正确的 有了三号 这位儒家学子背书 众人意识到了不对劲 佛门不灭 天下皆佛 这或许不是一句戏言 背后牵扯着更深层次的内幕 而非争地盘那么简单 许久没有人说话 似乎在思考着这件事背后 潜藏的真相 过了十几分钟 二号说道 三号 这次赴云州的巡抚队伍里 有多少高手 明面上只有一位金罗 暗中不知 只有两个字用得好 二号心里吐槽 但凡了解过大更人衙们的 都知道金罗是四品五夫 四品的舞者在战场上 个个都是以一挡千的绝顶高手 在凡人的范畴里 凝聚了意义的四品是巅峰了 在网上是三品 三品拥有断肢重生的能力 早已不是凡人 即使是我的队伍 加上我自己 要对付一位四品金罗 恐怕也只能同归于尽的下场 二号叹息一声 半上无话 确认没素质的群友都下线了 许清安这才收了小镜 离开了房间 站在甲板边缘 面朝大江 清泻膀胱的负担 然后呢 系好腰带 回了房间 第二百一十四集 血光 此日天蒙蒙亮 许清安醒过来左顾右盘 看见两位同僚在搬运契机吐纳炼气 大家都好努力啊 每天都这么元气满满 许清安坐起身 伸了个懒腰 精气神三者为一体 当气机营满上中下三个丹田 精神力便会暴涨 这个时候呢 意味着可以观想 准备突破炼神经 许清安的气机早就营满丹田 都快溢出来了 而随着日日不错的观想 精神力与日俱增 就差一个气机便能踏入炼神经 这个气机怎么来 许清安还不知道 委员也没告诉他 因为魏爸爸不知道许清安的修为精进的 如此的神速 一直以为 看中的小铜锣还在搬运气机阶段 察觉到许清安醒来 朱广孝和宋廷峰停止了图纳 前者说道 等结束云州之行 衙门发了赏银 我就能攒够去媳妇的银子 朱广孝呢 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妹妹 不是亲妹妹 而是林家妹子 两人感情甚毒 王八看绿豆很对眼 但是妹妹的父亲要朱广孝拿一百两银子的彩礼 否则门都没有 朱广孝月份无良 再加上一些灰色收入 一年大抵能赚个八十多两 但她还得应酬 日常开支啊 还得去青楼 每年只能攒三十多两 已经很不容易了 毕竟去青楼消费属于刚需啊 普通人尚且有需求 何况是血气方刚的武者 卧槽 你同别插旗啊 像你这样的 我上辈子在电视里 没见过一千也见过八百了 许青安翻了个白眼 恭喜恭喜 广孝早日成亲 宋廷风说完 瞥见许青安腰间挂着一只漂亮的紫色香囊 绣着白色的荷花 哎宁言 这是福香送的 不是 许青安热由他摘了香囊 你小子不会也有未婚妻了吧 宋廷风微微睁大他的咪咪眼酸溜溜的 没有 许青安夺回香囊 重新躺下 紫色的香囊悬在鼻尖 轻哼着曲子 他只是我的妹妹 妹妹说 紫色很有韵味 宁言为何不娶妻 朱广孝表达他的疑惑 在他看来 许青安不但身受未公的赏识 还曾得到陛下黄金千两的赏赐 前途啊 还有前途两开花 本身呢 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 宋廷风评讲 他和我一样 都是浪子 滚 我们不一样 许青安躺在床上 双手枕着后脑勺叹息 再适应一段时间吧 来到大凤 满打满算才三个月 他还无法定下心来 完全适应呢 所以才流连叫方思 流连浮相温暖的床 但没有成家立事的心理准备 朱广孝微微汗手建议 这得看你对未来妻子的要求 要求啊 大波浪穿头发的 宋廷风皱了皱眉 你这个要求好奇怪 许青安看了他一眼 这是三个要求 洗漱完毕 许青安吃了早膳 敲开了江绿忠的房门 什么事 江绿忠坐在桌边 看着一份云周的地图 他一双宛如鹰眼的锐利目光 给人极大的压迫感 修行方面的问题 想请教江近罗 许青安捡了块糕点塞进了嘴里 怎么晋升炼神经啊 关于这一点 许青安以前的认识是 循序渐进自然而然 当累积到相应的程度 就可以自然晋升炼神经 但从楚彩薇晋升炼金术师的要求中 他得到了启发 回顾五福体系 发现从炼金经 晋升炼气经 也是有要求的不得破身 很简单 当你精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 眉心会胀痛 便是你晋升炼神经时 至于晋升的方法 一寻不睡 十天不睡是认真的吗 不会猝死的 见许青安一脸茫然 将吕中解释 你没听错 一寻不睡 熬过去就能紧升炼神经 熬不过去 轻则昏迷 重则身衰而亡 无者体系 每一个品级 都是一次生死考验 为何要一寻不睡啊 你在炼金镜时 想必时常体验肉身的极限 每一次突破极限 体力都会增长 那你知道原神的极限吗 许青安摇头 突破原神极限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眠 一寻只是一个大致的标准 每个人的极限是不同的 将来你尝试晋升炼神经 你会有切身的体会 身体不会吃不消吗 所以炼精和炼器也是在为炼神打基础 包括你平日的观想 凝炼原神强度 同样是在增加晋升炼神的几率 说到这里呢 江绿忠笑呵呵的 你还早呢 武道之路最重要的 是跋山涉水的意志 不能好高无缘 江金罗说得有理 许青安赞同的点头 我已经是练起巅峰了 江绿忠愣住了 他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 盯着许青安看了几秒 不悦道 莫要说笑 我记得你加入打更人时 还是练精静 哪有人三个月不到就练起巅峰 不会是真的吧 许青安的耸了耸肩 若非如此 我问你这个作甚啊 嗯 我先告辞了 许青安 离开江绿忠的房间 留下金罗大人 独自坐在桌边 难难道 这不合理啊 这不合理啊 魏公他知道吗 一晃过了六天 许青安人生中 第一次坐船远航的感受是 他大爷的吧 家板上 宋庭峰无精打采的 跳望江面 看着过往的曹运船只 说道 明日便能抵达宇州 将金罗答应我们休整一天 老子吃鱼都要吃兔了 宇州圣产铁矿 是出了名的父 人节地灵的 想必啊 教方司的美人 也是水灵灵的 一位铜锣附和道 许青安是不关心 教方司的美人水灵不水灵 他只想早点下船 然后去吃一顿好的 隆东的季节 蔬国本来就缺 更何况是飘在水上呢 这段时间是断断吃鱼 断断吃鱼 吃的他现在看到鱼就倒位 差点患上了厌食症 这时呢 趴在护栏边的许青安 目光无意中瞥见 迎面而来的一艘官船 甲板上有几个穿造衣的立员 同样注意到了许青安 所在的这艘官船 在看到甲板上几位穿 打羹人制服的铜锣后 立员们明显的慌了一下 做出下意识的后退 然后迅速的稳住情绪 依旧保持原样 但没有再看这边一眼 看到我们之后下意识的慌乱 这是心虚的表现 虽然做了补救 表现的还算镇定 但目不斜视的作态 反而更彰显了心虚 是天然的害怕打羹人吗 老景泰许青安心里 狐疑的想着 对面官船上立员们的反应 简直就是他学习心理学时 最经典的心虚反应 保险起见确认了一下 许青安失守在怀里 轻抠欲语诗小镜背面 取出儒家书院的魔法书 私下记录忘弃术的一页 而今呢 魔法书里最多的就是忘弃术 当日押送金无味百户 周赤雄进京 许青安厚着脸皮 问张善讨要法术 以补充日渐消耗的魔法书 除彩薇呢当时也在场 成为了技能输送大户 至于为什么都是忘弃术 因为该术简单容易记录啊 嗤的一声 书页燃烧中 许青安眼底迸射出青光 跳望前方的官船 他看见了一片鲜红的 粘稠的血光 在忘弃术的定义里 杀人者在杀完人后 会在一段时间里沾染上血光 许青安吃了一惊 连绵成片的血光 那艘官船上全员恶人啊 但他没有鲁莽的做出判断 因为运河上时常闹水匪 这些利员也有可能刚刚击退了 仕途劫掠的匪徒 那艘是什么船 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 许青安望着越来越近的官船 随口问着身边的同僚 在场老铜锣不少 见多识广辨认过后回答 那是顿船 看旗帜 似乎是宇州来的 顿船 是那种平底的大船 多用来运载货物 许青安呕了一声 目光微闪见继续问 宇州附近有闹水匪吗 宋廷风吃的笑了起来 手搭在许青安的肩膀 这里距离宇州阙观 不过半日路程 你见过有在衙门口来路大劫的 那就没问题了 许青安点了点头 仿佛确定了某些事的语气 什么没问题了 老公薛没问题了 许青安看了眼 宋廷风 见两船即将擦肩而过 飞快地说道 廷风 立刻回舱去找江金罗 就说有急事 他接着 扫过甲板上的七八位铜锣 那条船有问题 你们跟着我行动 说完 他朝着侧面那艘短船 大鹤道停船 声音滚滚在江面回荡 短船上的骊员们竟丝毫不予理会 假装没听见 甚至有船工悄然调整了风帆的角度 短船斜向远离打个人所在的观船 这一下子 其他铜锣也觉察到了不对劲 还未等他们开口 便看见许青安在护来一撑 脚下甲板 咔嚓断裂 他整个人像炮弹一般鸡舍而出 瞬间横跨过数十米的距离 稳当当的落在短船的甲板上 咔嚓一声 甲板断裂声不绝于耳 七八位铜锣接连乐器 靠着夸张的弹跳力和鼓荡契机 也跃上了短船 见到一众铜锣入侵盾船 甲板上的几个立员脸色微变 悄悄按住了后腰的刀柄 几位大人 船舱里 急步奔出一位落腮胡汉子 身穿衙门拆服 戴着高帽脚上一双黑色长靴 他环顾了甲板上的铜锣们抱拳 有何贵干 许清安没有说话 仔细观察着他们的微表情和细微动作 朱广孝沉声说道 你们是什么衙门的人 卑职是曹运衙门的护船捕头 护送一匹铁矿进京 洛塞胡汉子回答 他们身上穿着钗服 引着水浪的纹路 正是曹运衙门的钗服 宇州盛产铁矿 盐和铁都属于国家命脉 通俗的讲究是战略资源 也是财政大头 对此呢 铜锣们并不意外 转头看向了许清安 不明白他为何要忽然拦截此船 许清安眯了眯眼 注意到一个细节 到现在为止 这艘短船还在航行 没有抛锚 广孝 让船停下来 许清安沉声说道 朱广孝当即去了船尾 将巨大厚重的船锚 踢入水中 顿船缓缓地停了下来 带这位沉默寡言的同僚返回 许清安质问 刚才为何不听船 这 洛塞胡汉子面露南色 低声说道 大人们稍等 他返回船舱 恶请将几张银票折叠好 隐晦地递过来陪笑 许清安瞄了一眼 都是五十辆面值的银票 总共大概三百两 他就是以为我们 阻拦船只 是为了收受贿赂 在场的大耕人反应过来 又好奇又好笑 大耕人虽然不是太干净 但也没到 咽过拔毛的程度 不过 大耕人的风品的确很不好 主要归功于文官们 日复一日的泼脏水 把大耕人塑造成了 未冤的鹰爪 干着残骸忠粮 贪赃王法的恶行 读书人最拿手的 就是用笔杆子珠心 宁宴 朱广孝皱着眉头 将目光投向许清安 包括他在内 正铜锣并不相信许清安 是为了银子拦截盹船 这个会为了一名 不相干女子 刀斩银锣的家伙 讨不讨人喜欢另说 但是人品是值得肯定的 洛塞胡汉子 见久久无人接银票 心里一沉 他不觉得自己应对有什么问题 但似乎打耕人们并不买仗 带我去船舱看看 许清安跨前几步 凝视着洛塞胡汉子 这个时候 许清安站在了所有铜锣的前方 他右手不经意的附在身后 迅速打了一个手势 手势隐蔽而细微 但身后的铜锣们悄然的绷紧了神色 因为这个手势是打耕人 衙门的专业手语 意思是准备行动 带我去查验一番 许清安提出要求 好 您请 洛塞胡汉子一口答应下来 答应得也太痛快了吧 正常来说不应该抗议一句 曹韵的事不归打耕人管 也可以是他怂 许清安思考着 领着铜锣们 随着洛塞胡进入了船舱 顺着狭窄的楼梯来到底舱 逐一点亮蜡烛 洛塞胡汉子领着大耕人们 查验了装满了一个个货箱的矿石 一位铜锣 抓了一把细碎的铁矿石 嘖嘖道 都是高品质的铁矿 经过筛选的 洛塞胡汉子笑呵呵几声 算是回应 那位铜锣不动声色地丢下铁矿 用刀鞘顶了一下许清安的腰 眼神示意了一下 你们继续查验 他与那铜锣走到一边低声问 怎么了 铜锣压低声音 矿石磨得太细了 品质过于优异 许清安没懂 这是运往京城的 有什么问题 铜锣看了眼不远处的众人 收回目光 我前些年 查过一起公布的贪污案 便是与铁矿有关 矿石是以重量来计算的 而不是品质 官员为了攫取利益 中饱私囊 会在铁矿中 掺杂碎石 或劣质的铁矿重量 只要把握一定的度 就不会有问题 就是说 这里的铁矿品质太好了 徐清安点了点头 查眼之后 没有异常 众人返回船舱 徐清安又提出要求 把你们的文书交给我看看 洛塞湖顺从的 取来曹云衙门签发的文书 确认无误后 徐清安说道 途中没有遇到什么状况吧 哪能啊 这才刚离开宇宙 那你解释一下 你头上的绿光 不 血光是什么意思 徐清安心里这样想着 然后他边走边观察船舱 洛塞湖汉子全程排一桶 又问毕达 态度好得出奇 一直到了火房 四名火夫坐在小木扎上 沉默地看着徐清安等人 造房的箱里 存放着许多石令蔬菜 看起来颇为新鲜 现在看到菜叶子就两眼风绿光了 在船上吃了好些天的鱼 又腥又难喝 他扫过四名火夫 对吧 一名火夫 瞥了眼洛塞湖汉子 目光交接心灵神会 露出谦卑的笑容 是啊 河里的鱼难免会有土腥味 大人金贵 不适应也正常 像我们这些 常年在水上讨生活的 早就习惯了 哦 你不懂得去鱼星味 许清安还笑点头 啊 四名火夫 从许清安意味深长的笑容里 拼出了些许古怪 洛塞湖汉子毅然 试探道 这 他话没说完 瞎巴就被这位铜锣 从下往上顶了一掌 牙床碰撞 蹦出了一口碎牙 紧接着 那位铜锣以极快的速度 吹了他胸口两拳 碰碰的 气力贯穿后背 撕裂柴服 洛塞湖汉子被吹的飞了出去 撞在墙壁上 软绵绵的尾钝倒地 突然出手的许清安不再关注他 回头一个扫腿 扫断一名火夫的肋骨 然后以舞者的力速双A 锤断了剩余三名火夫的胸骨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 尽管如此 造坊内的打斗 依旧吸引了外头双方的注视 许清安喝道 拿下船上所有人 留火口 早就得到手势提醒的铜锣们 反应极快 毫不犹豫地出手 大翻一鸣鸣 传功力源 对于人均练气境的打更人而言 制服一群身手还算不错的力源 不比许清安揍许灵音难多少 这时呢 许清安察觉到一股强盛的气机 降落在甲板上 为保洛塞胡汉子 跳水逃脱 他拎着一起出了船舱 来到甲板 将吕中皱着眉头 沉吟不语地望着他 许清安转头看了眼 自己观船方向 发现张寻甫也被惊动了 站在甲板上 眺望这边 表情凝重 这艘短船也是官船 属于宇州官府 许清安这番作为 与水匪无益 若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缘由 此事不好处理 你在干什么 江吕中 投来问询的目光 瞄了眼许清安手里的洛塞胡 他一眼就认出 那是曹允衙门的拆服 这艘船有问题 但具体是什么事 不好说 这是宇州曹允衙门的盾船 押送的是铁矿 嗯 江吕中点点头 你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